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行为模式分析 好了 我们今天从一刚开始的时候 跟各位分享 跟各位分享 那个现在你也应该可以把这个档案另存 因为我们要准备 那个课程结束 我就把它取名叫做是 好 主要是这一张里面 我可以去做所谓的一个成效分析 我在成效分析里面 我看到了说 那个 其实这个14天内 在住院的平均率 其实有微幅在下降 可是请记住 2016年 2016年之后 他其实有在 逐渐 2016年之后 他有逐渐在上升 但是上升那个幅度 你这样看起来是蛮大 是因为说我们只看 这个部分 再来 其实因为做的是成效分析 所以你可以在这张图上面 例如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2020 2021年的 例如说 第一名 这个东区 它是在下降 然后控制键 按住 然后点选东区 我们 东区的话 大致上比较多的 对不起 南区 南区看到比较多的是在这个嘉义市 嘉义市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嘉义市 是哪一个 医院 好 这边都呈现出来了 好 可能增加比较多是这家医院 这家医院 还有这家医院 全 全身医院 好 然后 接下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个真的很高 高的原因这边 祥泰医院 居然0.31 0.31 好 那当然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那个 就是医院比较小一点 但0.31其实真的是蛮高的 在接下来 我们可以从这一章来去了解 各县市 14天内 县市行政区 它的一个 变化的情形 还有同期比较 完毕之后 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他真的是可以 可以去呈现 好 例如说 假设我们看台北 跟中 区 你会发现台北是往右边跑 但是他有回车回来 他有回车回来 但是中区还在往右边跑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控制 也许我们会得到 比较好的一个 解决的方式 好了 那今天呢 可能 这个 健保 大数据分析 大概就先介绍到这边 明天早上9点 我们再来开始 继续来去谈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 cross join 今天这我们谈完了 那 新增资料又应该怎么做 好 今天就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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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